香港攬炒之城的新書簡介會 將會是7月16日星期四早上11時半至12時15分 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會議室S426至S427舉行 到時見 好 逢親這些美國官方一定要解話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阿波羅10號的太空人 在月球聽到的不是外星人給他的印象 這段說話 甚至聽到聲音 現在在網上聽回來 當時他們在太空船裏面聽到一些聲音 然後大家互相對話 聽到一些東西 其中一個對話是 究竟好不好報告給太空主聽 這是看到一個問題 很多時候他們在太空裏面見到異常現象 他們是不敢說的 不敢說的原因是 因為怕被人說是瘋狂的 這是其中一個個案 都不止一個 10號和11號都聽到 所以哥林斯 其中一個就是 兩個人下去之後 在上面環繞的時候 聽到一些類似口哨聲 他們就怕 即是他們說 那些太空人是怕的 因為理論上 太空那裡 不會有一種 這一類的聲音 每一類的聲音 類似口哨聲 因為如果是口哨聲聲 應該是有情性的物體 才會發出來的聲音 對 這就是口哨聲 他們說了 其實我們還不能排除 有些現在沒有漏出來的異常現象 舉例看到近距離的光 這就是敬禮六號 對 敬禮六號 更加匪夷所思 看到一個六十尺的天使 不是一個是七個 是七個一起見 那又是這些集體的幻覺現象 其中一個我們都說過 我想重現都見到那個太空人 那個蘇聯太空人 這個譬如你見到奇特的光 或者物體 或者聽到一些怪異的聲音 那些太空人很多時候 他的紀錄都有提出來 說明這個是近年才是declassify 近年才是解密的 那楊麗偉那個有沒有證實 他聽到人拍他的倉門 那些他不會回來不敢說 他講了 他就講了出來 所以我才傳給你聽 有記錄的 不是他說 他已經在網上傳 他就說 他就說 究竟拍他的那個是什麼 他就說 喂你沒有鎖好門 這個是一個奇的 他說聽到 外面有人敲門的聲 那你可以用一個叫做推測 或者一些流星的碰撞聲 一些小韻石 撞到的那個發出來的聲音 他以為是拍蜂聲 可能一些小型石 那些製造成的一種叫做韻石語 那這些怪聲 對他來說 這個他是傳出來的 但是你現在 譬如說 官方的解釋很難自信 是 因為你太空那個是真空的 是 你當然入面 入面又不是 但是你外面 外面也是 他怎樣傳出來的聲音 傳出來的聲音 大家都是一個研究的 但的確是不少的 因為在上對的時候 我們也要先插上幾圖那一段 因為他現在就講了一個 可能的解釋 那就是說 那些在 當某個太空的裝置 他經過這個土星的時候 就引起一些 粒子的變化 那些聲音就會傳回來 這個月球那邊 不是會引起那個什麼 就是那個無線電波的干擾 但是很多時候都是這些問題 就是他沒有解釋到 中間那個mechanism是怎樣 你可以說 那些是冰川的流動 或者是地心的 但是你怎樣 將這兩個現象可以很緊密 這個細節 聯繫起來 是 這個 他裡面 譬如你剛才這一節 展開那個講的 在太空裡面 就聽到一些怪現象 那我很有幸 就是前年就是 認識了那個俄羅斯的那個 老先生 一個 一個 敬禮的時候 上了太空 而且他也是超過100天的 在太空間 那些 躺站 對 在太空站 那他提出一個很棒的 他說 他現在 他已經是退休了 但是他很多時候 有很多 這些學術會議 或者 很多 就算這些叫非碟會的會議 他也一有邀请他很乐意去参加 最主要是什么原因呢 他说当你上到太空的时候 他发觉你的经历 他有百多天更加厉害 他说你的经历里面 每一分每一秒的经历 都是会说不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会上到那个经历 你发觉你讲完了之后 你会发觉你那个语言的表达 你当时的体验 是不完善地表达出来的 所以那个归纳了一件事 他说如果有很多科学家 麻烦你上去太空先 当你上去太空之后 看完之后回来就完全不同了 那个不同是什么呢 你会变得谦卑 你不会那么自大 不是好像野狼国的那些 就变得那么自大 因为你为什么呢 你的知识里面 还有另外一些知识 你是有所不知的 他说那个感受是很强烈的 这个出来的时候 他用他的有限的语言 他就用这件事来归纳 但是他就是做一件事就很正的 他说当你上去那里 这种真空的地方 有这些经历之后 那时候呢 你就会发觉 原来你的家人是很重要的 无论你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科学家 或者大雨都要上去 那他去经历一下 那他会回家 见他的太太 那个是九尾湖 那我现在这个下部是说笑的 但现在关于这个政策 其实他就是说出了一件事 就是去到上面那里 一个真空的地方 的时候 一个叫特别的地方 就是UAP来的 那个是一个异度的空间 不是我们很正常的生活的空间 那个时候呢 每一种声音 每一种光 你都会有一种叫做身体验出来 你听到 你见到 但是你呢 就会发觉 原来你理解不了 他熬市堂 就是那个灯月 但是他都说了 他有一个光 在那里追着他 嗯 解释不到的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太空进去 你不认为光 是这么有意识 人在那里撩你 跟着你 他这里有这么说的 他说 现在你可以去到NASA 因为这个声带 就是NASA 美国太空冲署 正式公布出来的 是 他就看了 当时太空人 说了什么呢 就是说 他们在糾纏 究竟说不 就是将这件事 报告回去 就是说 其中一个太空人 就是说 说了 没有人会信我们 那有些事 其实就可以 推荐到一件事 应该很多机师 曾经见过这些 异常的现象 是不敢报的 是 因为一报了 就可能他们 怕会停飞 不是 怕一下来 那时 立刻带你去清山 最害怕这件事 是的 他们回来最害怕这件事 还有要你收口 不要说 那件事 很多 他们那些 太空人 上到上面那里 你会发觉 他们的经历 里面那里 当他说出来的时候 比如你刚才说光的那件事 我相信 我相信岩士堂所说的那个光 就等于我们听到 或者看到佛家里面说的那种 就是不动明王 不动光 就是那个光 我们经常一讲光 大部分 我们的一般世俗的 那个立刻了解 就是那个叫光线 其实那个光线 是行动 不是就这样叫光 这个体 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现在 不敢再去 未去追查 就是当太空人 下了月球之后 是不是都听到声音 嗯 这个就是 另一回事 是的 那是否听到的 未知 有的 好像是有说 有听到 就是下了下去之后 现在在太空船里面 听到 问题就下了下去 是不是都听到呢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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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说了出来 尤其是他说的那种 是应 就是 好像一个 很 很 很 回音的 那种 很有 echo 的那种 声响 响到来的 嗯 那个就是 有怀疑 就是那个 月球的 那个空洞的 底是空洞的 因为是空洞的 月球应该 传出来的 一种 回响声 是的 是的 有这个说法 因为他说 他听到的声音 他就是怀疑 那个声音 就是那个 灯月艇 降落的时候 就 做了出来的 那个 撞击声 因为他会震的 他不断做 那是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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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他也有一个提出了 但是现在的答案 也不是一个叫做 引证的 确实的答案 除非他要再来多次 专门为这件事 来做一个实验 不会 那不会的 现在登月计划 开始 不去月球 现在可以火星 不跟你争 看资料 这不是我们决定的 这是钱决定 事实上 其实原本就是 内地都是想2020的时候 这个登月的计划 就要展开的 现在就 很多问题了 现在的火箭声空 都开始出现问题 在中国那里 是 Anyway就是这样的 我们归纳了 今天那件事 有一个 我们未必很详细的说 就是 Sky Creek 天震 那个也是一些 很普遍 运输很普遍的现象 因为《维基百科》 这么写 他说 很多地方 在某些情况之后 会看到 天会突然间 会出现了一种声音出来 但又找不到原因 那个声音大概是怎么样呢 就好像一个炮弹声 一样的声音 就 砰一声 出现那个地方 就横跨了几个州 甚至最近 譬如说 在印尼的耶加达 西策阿华 巴西 乌拉圭 都在2020年 应该是在2020年4月23号 还有在墨西哥 就更近 就是5月11号 这些地方就全部分布在不同的州份里面 到现在都没有一个很具体的解释 是为什么会这样 声音就录到 但是它的源头就还没知 就是现在这样的现象 是的 如果在这些美国的土著里面 他们有个解释 就是它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灵体 就尝试去做一个改变地球的工程 所以出現了這些聲音 那究竟是不是這樣呢? 當然不是 那你說不出來 不過它已經有這樣的說法 另外一些比較正常的解釋 就是在地球裏面有些氣體 它們在地上爆出來 譬如說在湖底裏 它形成了一個這些植物 在下面腐化的狀況 腐化因此釋放一些氣體出來 其實就等於放屁 那你可不可以說 其實這些聲音是等於地球放屁呢? 可以這樣說 這是其中一個解釋 釋放一些裡面的壓迫的氣體 那些可能是一聲的 是的 但很大聲的 大聲到大家都聽到 我想一個比較重要的解釋是什麼呢? 就是可能跟地震有關 這也是回到我們第一節講的問題 就是 譬如說我們今天引述那個貴州的龍淫星 是因為真的在近期發生過地震 是 還有它那個也是一個叫做 還有印度和我們中國的中間 那個地震大的那個板塊 那個板塊的期間 一些磨擦移動的製造出來的聲音 這個是非常合理的 因為研究了很久 但是這個聲音 還有這個 如果這樣的 因爲磨擦 而發生出來的聲音 這個地震之聲 其實會不會是一個善 一個善 即是說它裡面的地殼的板塊 有那種不尋常的活動 令到那些聲音 就在這個瘦水陣那裡 大家都聽到的 就當作是一個龍淫 然後就走上山來去聽 而這個聲音 那裡 即是以那個板塊 來直到那個南太平洋 是的 會引動到很大的波連 但是從神秘之外的角度來說 我們可以有另外一個看法 就是這些是超自然的聲音 超自然的意思就是說 是一些 我們在另外一個次元 或者是另外一個空間 去發出一些訊息 給地球人的一些說法 我普遍接受你剛才說不信的 就是美國原居民說的那些 就是天正在做事 天正在做事 是的 即是你這種跡象 你都看到他們正在做事 為什麼呢 因為地上有很多些事情在做 做的時候 它要重新撿過 整個天地的時刻 是離開的了 是的 特別是譬如說 在太空船裡面聽到的聲音 如果你 以我自己譬如一個門外看 或者我不熟悉科學的 是很牽強的 嗯 譬如說那個電波的干擾本身 嗯 因為其實在太空裡面 它需要的那個裝置本身 是很精緻的 任何的干擾本身 都可以足以造成一些很大的傷害 是的 沒有理由說這些干擾本身 大家是這麼容易去放過 我知道這樣就算了 你怎麼知道 將來干擾的時候 會造成一些 就是在太空人裡面的 在太空船裡面的一些物件 即一些儀器 或者人體的傷害 所以理論上就不會說 很小事 我們就不會去理 那如果不理的話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擔心你在後面 就去找到那個現象 是他們不敢去告訴大家 是 嗯 嗯 特別是收個聲音 所以其實根本就是 當是一個要掩飾的現象 不是一個真正的調查的現象 總之你就聽到了 聽到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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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現在貴州的那班 那一萬多人 聽到之後 大家叫做駱山 不是要拘捕 我們要拘捕 有兩個拘捕 是嗎 拘捕了 是的 所以有時候你聽到 未必是一件好事 是的 但最重要的就是 這些聲音其實是 應該要調查的 嗯 就是你調查的原因就是 因為 在自然界裏面 有太多我們不認識的現象 我們要全部認識 如果特別是 譬如說 我這件事本身跟地震有關 那你就可以做成一個 預測的一個方法 希望專家就調查 我們調查沒什麼用的 我們調查都只能說 專家調查 就真的 可以給我們一個答案 這個是最關鍵 又或者 他說這次有聲 是龍油 那真的有條龍 那怎麼辦 對 很簡單 證明 有龍存在 是的 那些業工就很害怕 就是好龍的業工 就馬上嚇到悲 聖業的那些就要害怕 好 好 我們今天晚安差不多了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